这个视频谢幕的 是中国史上最著名的菩萨皇帝 他修行办事 却最终身死裹灭 健康存者百步于一 历史是史上最高能量群体们的经历总和 是最高段位的世间事 面临着最高段位的世间诱惑 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谈佛法 永远离不开能量和利益的拷问 公元527年 禅宗出祖达摩见良武帝消炎 消炎问达摩 我记得以来营造佛寺 一写经书 度人出家不知多少 功德是不是特别大 达摩道并无功德 消炎问为什么 达摩道 这都是些人天小果 有漏之音 如影随形 虽然有 却不是实有 达摩道祖已经预愿了消炎这些 仅注重形式的福报和消炎的未来了 消炎问怎样才是真功德 达摩道 清静智慧 圆容无碍 本体空气无法可寻 达摩道祖和消炎说的这些话 是提醒消炎修行中 清静和智慧的重要性 为啥要对消炎说这个 因为他是一国之君 他的影响力太大 你面对的都是人间的青牛精和大烹鸟 你对他们光靠劝善念经修庙是不管用的 面对施陀灵 你广修自己是没有用的 你得能斩妖除魔 你的责任是皇帝 你要让这天下的百姓喜乐安康 你要让那些妖魔鬼怪害怕你 为了苍生 达摩要点醒他 但后来消炎没误 达摩道祖间一个月没待就迅速北上渡江了 为啥要走呢 因为对消炎说了实话和真相 因为否定了他这些年引以为傲的面子工程 而他是皇帝 他是有破坏能力的 他的报复能量太大 在南国不仅生命安全有问题 在这里弘法也不会得到顺利的推行 这就是开了物的高僧大德 人家看透了人性 人家尊重人性 人家从不一厢情愿 人家不去挑战人性 消炎可是著名的宽厚大度 兄弟造反了都能忍 但大侧大物有了终极智慧的大魔老祖 对于人性很谨慎 他并没有一厢情愿 佛本义是觉悟者的意思 所以自觉 觉他 觉行圆满 乃佛教修行之最高果位 大魔老祖那是真的看透了人性 真的获得了终极智慧 人家那叫真成的佛 这世间有360行 各在其位 世界才能良好运转 搞政治的 你用出世的算法 去对接这俗世 最终收获的 必然也是最惨烈的崩塌 因为你对这俗世的规则不尊重 你对这俗世的规则一厢情愿 这是最大的傲慢 孝远一辈子都在推行原谅大法 能理解他的思路 从佛法教义上讲 他伤害了你 是你之前欠了他 如今两不相欠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你和你的手下要有感情 要有恩惠 没有感情 人家是不会给你卖命的 所以在兵家圣典 孙子兵法中也有背书 所以 足为亲父而罚之则不服 不服则难用也 视足如婴儿 故可以与之父身兮 视足如爱子 故可以与之俱死 但是 人家孙子兵法中还有一句话了 足以亲父而罚不行 则不可用也 你要一边给恩惠 一边也要立规矩 上罚分明 如果这兵惯坏了 你也不能用 厚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 乱而不能治 譬如骄子 不可用也 把兵儿子们 灌成了熊孩子 你说啥都不好使 这仗也就没法打了 从没有任何一个套路 能够应对万事万物 能够包打天下 这世间万事万物是具体的 成佛是八万四千法文的 具体问题 要根据你的岗位和责任 去具体分析 消炎的后半辈子 修到了最后 就是在用自己的 悲哀人生终章 告诉我们一句话 厚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 乱而不能治 譬如骄子 不可用也 公元548年正月二十 侯景在对英雄少宗 战败后 仅带着最后的八辈手下 叶至淮河第一重镇 受阳城下 尖州市的伟岸 以为到最来了 披着铠甲登上城墙 侯景派手下人 告诉伟岸道 和南王侯景 战败前来投奔 快开城门 伟岸说 没圣旨 开不了 侯景所有派 摄奥人徐思玉 进城拜见 伟岸道 河南王是朝廷所中之人 现在他失利前来 怎么能不接纳 伟岸道 我的任务是守寿阳 河南王拜了 跟我有啥关系 徐思玉道 你现在不开门 等魏军追来 河南王被杀之后 你咋会见朝廷 伟岸最终被说服了 正月二十一 伟岸开城门迎侯景 侯景派提将 分别掌控了四个城门 随后抓了伟岸 准备杀了他 吓唬完之后 派手大笑 白酒院开派对 侯景就此控制了授押 侯景如此轻松 拿下怀河第一重阵 是此时难超五倍 荒废的一个缩影 侯景想进城没有问题 但信任的程度是有限的 首先 我咋知道 你是不是侯景 怕侯景被卫兵杀的 追责这事 其实很简单 让其部下退城实力 侯景你自己先进 不同意 你爱死死爱活活 我写报告时就说 遇到演员了 我给他机会 他自己心虚 国家安慰为重 如果侯景单击进城后 确认没问题 外面的士兵 交出武器后 分批进城 脚枪后 安排到驿馆 给萧远去报告 听领导的下一步安排 侯景不过八百人 你是唐南淮南第一 重阵受养的首将 你居然让侯景 控制了四个城门 还自己被扣去了 你有一丁点战备意识吗 正月二十二 侯景将自己 拜报传为健康 请求搁置禀官 萧远没有追究杀 在侯景这个立足未闻 可以随意拿捏的时刻 并没有忍心调动 他跟北面已经闹白了 他只能依附你了 你根本不用担心他翻谁 你跟人家语文太学呀 你给他调中央了呀 跟你一块粘精了呀 结果萧远任侯景 南欲周末 镇受阳 东卫那边高城多次派人 送国书 请求和梁朝恢复 梅远友好 高城表示 如果萧远不忘就好 我也不会违背 先王意愿与梁为敌 我会立刻送款俘虏 并且将侯景的家人 给你送过去 被俘虏的萧远 派夏侯僧变 向萧远递了奏书 给高城做背书 萧远看到了 侄子的奏书以后哭了 拿到朝堂上义这事 注意作为萧远的灰虫 一看领导这个表情 明白了 于是马上递台阶 认为甘威顺盆就下了 萧远于是也觉得 自己这回草率的 惊念的好好的 欲望考验来临后 意志还是不坚定 还是得羞 于是萧远给萧远远回信道 我已经知道 高大将军带你不错 我很欣慰 我会派使者 去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去年这一年的军事行动 给萧远打怕了 根本就打不起 紧急人力动员 需要户口 紧急战争动员 需要粮食 这两样萧远都没有 等夏欧僧变 回去复命的时候 路过寿崖 被侯警给扣了 侯警一问情况 就被全给招了 侯警随后给萧远写了封信 大体意思就是 高家内心比毒酒还毒 北方早已添怒人怨 高层侥幸打赢的 郭水之战 是老天让他恶贯满营 北魏之强大 不过天间触年 但中立之战 还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下 杀得片甲未回 当年您都能打图他 现在他弱了 咋还能跟他讲和呢 当年吴子虚 投奔了吴国后灭了楚 陈平离开项羽后 也灭了楚 我跟他俩一样 我要是死了 对国家有益 我万死不死 我就把千百年后 史书上给您溜污点 侯警就写信给朱毅 并赠三百两黄金 诸一收钱以后 却根本没把侯警 那折子递上去 2月17 孝远派外交官 去高城那儿雕丧 对高欢的过早离开 深表遗憾 侯警再次给孝远取信 陈与高氏的关系 已经无法调整 现在仰平为零 以期学耻 结果您又与高氏联合了 使臣何地自处 祈求北伐高氏 养我皇位 孝远回信道 我以你君臣大义以定 咋会赢了就接纳你 败了就抛弃你 现在高城来求和 国家该怎样进退 自有国家制度 你就别操心了 侯警又启奏道 我现在气粮俱重 立兵过马 不是就可北伐收复河北 我不能师出无名啊 所以希望陛下为我做主 现在陛下把我扔在这边境 南北再次友好 只怕我这条命 早晚丧在高城手里 孝远回信道 朕为万圣之主 岂可失信于一物 降公甚得此心 不劳富有其业 孝远表示 你给我打住吧 侯警已经动过世界般的 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咱谁都别装了 你下一步就要把我卖了 我们北面这天天 一直也奏影 你别发誓啊 我啥扯淡的话都听过 当年高欢发誓的时候 我说得比唱都好听 最丑陋的是 萧远这堆经都白念了 萧远一边说 朕为万圣之主 岂可失信于一物 一边准备卖了侯警 不怪人家侯警不信 萧远这嘴跟放屁 也没有区别 侯警假造了一封夜称书信 请求用他指的 萧远名交换侯警 萧远打算同意了 你不是称为万圣之主 岂可失信于一物吗 你说你这老东西四人吗 你还不如高欢呢 你这活活修了半辈子呀 你这秦妻书画 依补倾向其门五星 无意不经的大福大报 修了一辈子 越修越魔掌 到最后你已经不认识你自己了 你萧远对不起佛祖啊 连你都这样 谁还会尊重你的信仰 眼看老萧耀张嘴放屁 舍然傅奇说 后景山穷水晶归降 气舍为不祥 况且这祸身经百战 咋可能束手就擒 谢举和朱毅 则都红的领导说 侯警就是一败军之将 一个使者就能给他招来 校园拍板同意 给叶诚回信道 我侄子早上回来 侯警晚上就给你快递过去 侯警一看 这南面跟北面一样啊 对身边说 我都知道这老王八蛋 薄青寡义 至此 侯警开始谋话对校园下手了 你说赖人家侯警吗 你说赖后事瞧不起你吗 他校园真的嘴上都是主意 心里全是生意 侯警开始将 蛇王城的所有男子 全部变为士兵 停止收取福水填租 将所有的女人 都分配给了将士们 北面乱了这么多年了 侯警太知道 刘明君砸组织了 侯警知道校园的心思后 开始更加疯狂的提要求 找茬 要求娶王家和谢家的闺女为妻 校园说 那都是内需特供 你成分不够 从助长以下挑 侯警怒道 我将来让他们给我做奴 被安排北上的冤真 知道侯警准备造反了 随后逃出兽养 把这事都汇报给了萧衍 萧衍仅仅认 冤真为死刑那时 没有再追究 侯警知道自己这点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打过长江 当年拓发到数十万大军 这么牛 不过兵临挂招而还 他在寻找 从内部攻破的破局点 很快地发现了 一个合适的人选 萧衍之职 林赫王萧正德 当年萧衍 萧衍登基称帝以后 立了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萧正德相当不爽 这就是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人家那是亲的 没宰了你这有政治威胁的前太子 就很后代了 你有啥好不平衡呢 截止到萧衍的末年 萧正德已经官居适中 普军将军 至昨时 封林赫郡王一两千户 又加左卫将军的进军高官了 按理讲 这种对黄统传承有极大威胁的 有叛国暗敌的二傻子 根本不可能存在于 高级的政治台面上 但萧正德却在萧衍的姑息下 一路加官进爵 并仗着这层防护罩 贪婪残暴不守法令 阴阳死士储备物资 随时等着国家有变 萧正德穿上了真正的皇帝新衣 所有人都知道这祸的想法 但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去把这事挑明了 毕竟人家皇帝都没说啥 侯警派人给萧正德送了封想效劳的信 给萧正德乐得又大喜道 这时候感动了上天赐给我的侯警啊 萧正德回尽道 咱俩双剑合臂 理应外合 啥缺德的事干不成 赶紧妈溜的打过来吧 我等不了了 郑合飞的萧贩 此时知道侯警在寿阳已经扩军备战了 于是秘密奏报侯警要反 但当时萧衍已经将潮事全都委托给了朱易 朱易觉得侯警没有这个本事 千万你别觉得这是朱易在祸国 朱易之所以能够混到这个位置 掌机要长达三十多年 是因为对萧衍的无条件完全服从 义居全要三十余年能亏人主义起 能阿语已成上旨 故特被宠认 都是萧衍的心思 给个表情让朱易表达出来 朱易只是他的脏手套而已 萧衍回信道 侯警固微如婴儿 他拿傻反 萧贩再次上书 不早动手会祸及苍生 萧衍回信 朝廷自有处分 你别担心了 萧贩还是请求以合肥之重 讨伐侯警 萧衍没有同意 于是朱易作为传话筒 对萧贩的使者道 郭阳王竟不允许朝廷养一个时刻 萧衍说道 不须辱身忧厚 朱易并不再给萧衍成帝萧贩的奏书了 侯警邀同住边境的杨牙人一同反叛 杨牙人抓了侯警的信使后 汇报给了朝廷 朱易道 侯警仅仅数百人能有什么作为 不久侯警的信使就被释放了 侯警此后更加肆无忌惮 要求杀了诬陷他的杨牙人 随后侯警又要求把江西淮南之地 各给他都督 他要不同意就率兵马杀过长江 虽有用 是江南人不想让江北人过来 飞水之战时的全民族同仇敌凯 你有吗 特巴涛兵临瓜度时 厚道的刘易龙想到的第一件事 是啥还记得吗 杀了江州可能存在隐患的弟弟刘易康 避免祸起萧强 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少勾动吗 经过数月的准备 公元548年的8月10号 侯警以清军策的名义骑兵授扬 此时兵力已经达到了8000人 肖眼这时候终于露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笑道 他能干出些什么 我掘舌根木棍都能凑死他 所以要下令宣赏 能杀侯警之人 封三千户宫 受周刺史 肖眼胸有成竹地笑了 他笑不了多久了 两百年前 上一个打过长江的人 叫苏俊 也是8000人 苏俊靠这8000人 闹腾了整整一年 要不是他自己喝多的 在战场上送的人头 陶侃温乔吃剑余量的 复仇者天燕宝宝联盟 不知道还要推回扯皮多久 事实上 北冰只要过的长江 南面就相当容易出现 自我毁灭的启动程序 造反前 侯警最后一次诈骗肖眼 求紧万匹给他的官兵做战袍 最终肖眼给送去了青布 话说十年前 有童谣唱道 青丝白马兽阳来 如今侯警骑白马 麾下进青袍 公元548年8月16 萧衍下诏 任何州刺史萧贩为南道都督 北徐州刺史萧正表为北道都督 斯州刺史柳仲理为西道都督 西域州刺史裴之高为东道都督 以六子萧伦率中央军 并持节都督中军 讨伐侯警 侯警让自己的表弟汪显贵守少阳城 9月25 侯警乍成游猎 随后声称要打合肥 实际上扑南乔州而去 侯警8月10号实施造反 萧衍8月16官宣讨贼 9月25侯警才出兵 兵贵的神速半天 整整一个半月 双方啥反应都没有 侯警一直摁着情有可原 因为他要等萧衍的讨伐大军上路以后 他在趁虚而入去侯警偷掏 来看一下南梁理论上的行军路线图 但侯警这样也有巨大的风险 一个半月的时间足以让国家机器全速马力开动 更大的问题在萧衍这儿 萧衍官方下达讨伐赵命后 官军一直磨磨蹭蹭的 那四路都督都没有对侯警进行封锁 全都在等萧伦的中央军 萧伦更是磨叽了近两个月 直到后面侯警督江以后 才刚刚军制中立 侯警之所以扑乔州 因为早早就发现了这个漏洞 或者说 南梁的漏洞太多了 乔州刺史萧太是萧衍九弟萧辉之子 之前任中书舍人 健康豆腐规模太凶 钱不够花专门行贿后 到了乔州来敛财了 上任之后就滥用名利 大功率的贪赃王法 整个乔州人心思乱 在萧衍的佛光沐浴下 整个南梁已经将做官全面市场化了 毕竟当官的时候 即便贪污上亿 退了休以后都不够几年的花费 由涉入点太难了 所有的退休干部抱怨的就一件事 当初没多落点 反正皇帝是我三大爷 我溜白造反都没事 我贪点钱已经太堆得及的了 最后光顾着挣钱了 班子团结没搞好 结果就是等侯景来了以后 军官董少先就开城投降了 打合肥 此时容易被绊住 萧衍的水军还容易支援过来 眼下的目的是指导健康 无论民心还是开城的内应 南乔州都是侯景南下选好的路线 10月13 萧衍听说南乔州失守后 派外甥王志率3000人马沿江防卫 同日侯景进攻立扬 爱守庄铁 浅其地 庄军 夜袭侯景军营 直接死那儿 庄铁之母担心这个儿子也舌那儿 劝庄铁投降 10月20 庄铁几城投降 兵队好警道 国家成平日久 人们都忘了咋打仗了 听说您起兵后朝野内外震撼 现在应该迅速掏心健康 如果让朝廷有了防备的话 就算只派千人弱兵守在采石机 就算您有精锐百万 也过不了这道长江了 采石机 今安徽马鞍山市 南长江东岸采石街道 为牛主山突出而生 江面狭小 形势险要 自古为江坊重地 当年孙策被扮这一年 天险不假 但无奈此时 健康里都是草包 上一次健康被北冰强暴 也是从丽阳出发 苏骏过江捅了健康的定眼 时隔两百多年 历史又一次冲眼了 唯一的区别 是忠臣远没有上次那么多 丽阳投降以后 秀远问杨侃 讨伐侯景之策 杨侃道 侯景的反击早就出现了 现在不顾一切南下的目的 就是为了直扑健康 应急剧采石级 堵住他渡江之路 让之前的讨伐大军 继续袭击寿春 侯景进退不得 乌合之众 自然瓦解 此时各地的战报已经传来 侯景的思路已经清晰可见 但以诸义为首 依旧认为侯景 根本就没有渡江的心思 其实这个争论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侯景 不会给他再扯皮的时间了 准确的说 是萧衍接下来的神奇的骚操作 给侯景送了大礼 侯景拿下立阳的转天 十月二十一 萧衍派把造反 歇脑门上的萧正德 为平北将军 都督京师驻军士 吞军于丹阳郡 萧正德紧接着 就派了几十艘大船西夏 说而去运卢尾的 实际上就是接侯景过江的 侯景万事俱备 只是担心江对岸的王志 一日派间谍去谈查情况 萧衍再次送出大礼 就在这几天 全庆之之子林川太守陈欣 向萧衍起奏 担心王志的水军轻弱不顶事 应该派重兵手踩着鸡 萧衍决定你行你上 任陈欣为云旗将军 替王志手踩石 争王志任丹阳尹 萧衍做出了毁灭性的任命 因为陈欣还没来得及接防 他那个松包外甥王志 收到消息后 就第一时间点了 这个王志出身狼牙王室 他爹娶了萧衍的同骨妹 最后尿了一辈子哭 走哪尿哪 保命功夫一绝 后面侯顶杀过来以后 再次不战而崩 随后落发为僧藏了起来 后来最后和他哥哥王通 又端了称霸仙的碗 做了最美大臣人 老狼牙王室的 虽说这么个东西 即便没有掉顶 大概率看见侯顶渡江 也会尿顿 但稻草人到了这时候 也叫人 你搁这儿储着 就能给陈欣这主动请战的 争取时间 侯顶的少汉过了长江以后 就惊了 这个自古兵家必争的江方重镇 一个人都没有 就像少汉板 那已经空着的情况 汇报回去后 侯顶还不信 命再贪 反复确认后 确实是没人 侯顶大喜道 我这事成了 十月二十二 侯顶兵八千 马数百 武统顺滑地 插入到了长江以南 没遇到一丁点抵抗 侯顶随后继续往东猛插 直到当天晚上 建康才收到消息 全程紧急戒严 到了这个时候 太子肖章坐不住了 全副武装去见了肖衍 问 咋办吧 现在你是宗志辉 甩锅之神哪 你说这 此次辱世 和更问维的笑颜局势 和镇四季仓服 不过八套的家庭道长 有啥区别呢 一个奏响 这二位爷 一直都是真正的快乐 我们的宗教 都是他们的抱护色 此时健康人心惶惶 已经动员不出 连世兵力了 肖刚赦免了健康囚犯外兵 命从地肖推手东府 命妻子肖大林助手新庭 肖大村守卫石头城 命轻车长使谢喜 史兴太守 袁真守白下 和新的台城 肖刚任长子 杨州此时肖大气 为都督城内驻军士 任杨侃为军师将军 驻肖大气守台城 肖刚此时仍然不知道 肖正德是最危险的人 居然把朱雀门留给了他手 10月23 侯景军至板桥 遣徐思玉拜见肖衍 观察城内虚实 肖衍派中书史人贺继 和主书郭宝亮 随徐思玉到板桥来慰问侯景 贺继问你现在到底想干啥 后景没控制住 表示我想趁个地 身边的汪维赶紧上前说 注意这帮祸国殃民 我们就是初见来的 但后景已经说实话了 最终扣了贺继 只打发过宝亮 回宫复命 此时城外百姓 纷纷涌入建康城 全城大乱 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兵器 已经失去了秩序 最终是杨侃砍了几人以后 才稳定住的秩序 这一年已经是 梁朝建立后的第47年了 这半个世纪 江东一直没有战略 此时超中老将都死干净了 年轻的将领都被带走 由萧敦讨伐侯景了 当年北魏投存过来的杨侃 此时成为了总指挥 10月24 侯景禁逼 萧刚命于信 断开浮礁以措侯景军风 但朱雀门的总指挥萧正德说 百姓看到断开浮礁 一定会非常的精工哦 现在要安抚百姓哦 萧刚居然同意了 怪不得人 萧正德心里面不爽啊 一个二逼当太子 谁心里能束缚 没多久 侯景率军赶到 于信这个时候在紧急断浮礁 刚撤了一艘大船 就看见侯景的士兵 都带着铁面具冲过来了 然后就都吓跑了 南唐游军 神子牧是萧正德的同党 迅速连接了浮礁 让横景渡河 萧正德率齐军 在张侯桥迎侯景 双方胜利会时 萧正德流下了欣慰的眼泪 紧接着萧大冲丢了石头城 逃奔金口 谢喜和袁真扔了白下 侯景派了于紫月接手石头城 由于萧正德 还是萧衍亲自任命的 都督京师诸军士 所以侯景迅速突破健康外城 兵临台城 几乎是一瞬间 人家侯景距泥泥 萧衍仅仅就只隔着一堵城墙了 10月25 侯景围城 战旗黑色 视觉冲击力极强 派人向城内射进了一封书信 信上说 我为清军策而来 您杀了朱毅这帮 我就收兵没归 萧衍问萧刚 有这事吗 萧刚说有 萧衍准备杀了朱毅 老年痴呆表现的背后 是怯懦的灵魂 连萧刚都看出来了 对他爹说 这次侯景的借口 你杀了也没用 还会被后世耻笑 等士兵之后再杀布 萧衍同意了 后警展开了第一轮工程 上来是火烧城门 被杨坎从门上凿洞灌水给灭了 后警命人砍东叶门 门道被砍坏了 杨坎在此凿门露出孔 用瞿刺人保住了城门 后警把东宫的几百歌女 分给了手下 由于东宫靠进台城 后警命士兵登上东宫城乡 向台城内射箭 入夜 后警在东宫百焰奏月 萧刚命人火烧东宫 这个为人太子的图书馆被全部烧毁 后警百焰雅兴被扫 所有你烧我也烧 他人就烧了城汽马厩 司令馆泰府寺 11月27 后警坐了几百个墓驴来打台城 杨坎安排城上头十几岁 后警又改制了一种 防石头的监警墓驴 杨坎又坐了简易燃烧弹 活烧群驴 后警又造了十多丈的高楼战车 想推过去居高临下射箭掌控制空权 但杨坎表示这个别担心 地上嚎勾勾的土墟 这战车太重一定会塌 等车推过来以后果然就倒了 台城的攻防站成为了 后警和央坎这两个北将的擂台 后警打不动 以赴工程损失很多 于是驻常委准备困死台城 11月初一 萧衍杀了一匹白马在太极殿祭祀吃油 你没看错 萧衍是祭祀的是吃油 上史料 11月 误无朔 行白马 似由于太极殿前 灵者为先的信仰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到了这份上 萧居是不念经了 背叛了一生的信仰 杀生祭祀凶神了 他最后的谢幕 有点像小丑 城外的萧正德 则在宜仙堂即皇帝位 任侯警为丞相 把自己的闺女嫁给到侯警 并将全部家财拿出来做的军须 侯警不再攻打台城 在台城前 暗影扎寨分兵两千攻打东府城 三天没打动 随后侯警亲自率兵来打 始入以下 军官许伯仲投降 引侯警登城 11月初四 东府城破 侯警派卢徽列率数千人吃长刀 去城内文武裸体而出 随后全部杀掉 死三千余人 随后侯警将裸师们做了金官 向台城喊道 不投降就在下场 头戴铁面 军支黑旗 裸体辱杀 侯警在不断地冲击着台城脆弱的神经 侯警同时声称消炎已经死了 12月初五 逼得消炎颤颤颤颤 亲自寻成稳定军心 侯警刚到健康时 以为很快就能攻克健康 所以当初军纪相当严格 等到此时死活拿不下台城后 人心开始离散 侯警开始给人性注射毒品 下令纵兵强量祸害百姓 所有的财务和男女 全部被抓到了军营 整个秦怀北岸沦为了地狱 由于侯警最开始的军纪严明 使得百姓们真的以为侯警不会有问题 结果被温水煮的青蛙 迎来了最惨烈的结局 侯警的破坏性垒头后 整个健康地区的米价一升达到了七八万钱 人相识 饿死者破半数 十二月初八 侯警在城东城西堆集了两座土山 去逼百姓攻城 无论贵贱此时只要被抓到了 就全部被拉了撞钉 百姓哭嚎声惊天动地 由于没见过魔鬼 被恐吓后连逃逆都不敢 十天时间 侯警聚重数万 侯警再次攻城 但依旧被城内浴血分散击退 随后侯警思考了一下阶级成分 城外的百姓已经被裹挟成了流民 眼下城中还有可以争取的一个群体 侯警扔出了超级大招 免奴为民 第一批政策红利者是诸易的奴仆 侯警第一时间任其为一通三思 并把诸易家的资产都赐给了他 此奴骑豪马穿紧袍 在台上下又降到 诸易做了五十年官才做到了中领军 我刚投降侯王就已经一通三思了 前文我们说过 整个南北朝社会阶级矛盾最大化的时代就是梁朝末年 在萧衍队贵族史无前例的罕见阵容下 在南梁贵族们极度奢靡的优越生活下 阶级矛盾被侯警一把火给点燃了 三天之内 台城里数以千计的奴仆都出城投奔了侯警 侯警全部中赏 并分配到了自己的军中 群农人人感恩接连为侯警而死 史上最黑色幽默的无产阶级革命上眼了 一饮一折磨飞前景 萧衍啊萧衍 你让我深信英国 十二月初期 杨侃去世 台城失去的主心骨 浩衍阱此时已经暴打台城一个多月了 一个问题出现了 朝廷不是之前安排了讨伐大军吗 萧伦哪儿去了 话说之前 都督驻军的萧伦到了中立以后 听说浩衍阱已经从彩石渡江 随后日夜兼城 带眼号的啊 回军建康 等舰队从广陵渡江时还刮起来大风 失之一二被刮入 拱滚长江冬日水里了 仰看长江起波涛 萧伦随后率部级三万从京口走路到志愿建康 侯警派军队到江城阻击萧伦 赵伯超对萧伦建议 从皇城大陆走一定会遇敌 不如小路只差众山 出其不意 濒临广莫门 建康之为辟解 萧伦同意 但夜里行军走丢了 多走了二十余里 直到十二月二十三的早晨 才在蒋山安营扎寨 至此时间限闭环 萧伦在祸回原了两个月 十月二十二 侯警已经到采尔基了 当时萧伦行军到钟离时已经知道了 随后这老小子昼夜见到 玄军入园 这点顺流而下的水路 外家当年流域两天都没用就走完那步道 整整走了两个月零一天 我姥爷登三轮都比夜速度快 他为什么消极代工 因为萧伦是萧尹的六子 台城里的太子萧刚 是他目前唯一还活着的兄长 萧伦做梦都盼着侯警打进台城 无论弄不弄死他爹和兄长 他再出现都将成为众望所归 老而不死我可以帮他死 但是我需要一个理由 这点算计让他三百公里的水路 五十公里的步道走了整整两个月 为什么这样子 你拉着戏说你有些犹豫 怎么这样子 你爹要死你却慢慢的走 已经习惯不及惩罚你 过后一阵阵你爹就哭泣 也象征的轻轻好像 定不知哪里 所以你拉西 萧伦这点道走得过瘾过瘾啊 无奈阳坎的坏事 居然抵抗了这么久 萧伦要是再不出现 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终于硬着头皮出现了 后警开始还很害怕 将妇女和财宝全部运进了石头城 准备好了船只想逃 同时分兵三路打萧伦 战败了 一个是上山攻剑有难度 二是侯警本人都打算跑了 咋可能有士气 此时蒋山冷有鸡血 萧伦将队伍带下了山 驻于爱靖寺 侯警布阵于福州山北 12月28 萧伦进军到玄武湖畔 与侯警对面展开阵势 两个人对视了半天没打 失禁黄昏 侯警约明日再战 萧伦同意 萧伦子萧静看到侯警退兵 以为对面要逃跑 率军来赶 结果孤军深入被侯警反杀 萧郡逃奔萧伦军营 赵波超看情况不对 率军撒压地逃跑 侯警乘胜追击 梁军随之全面崩溃 萧伦收集到了不到一千残兵 逃进了天宝寺 被侯警一把打火烧得再次跑路 侯警笑纳了萧伦的所有军资 雄心很大 布局很深 无奈水平太菜 萧伦一把书没了筹码 下了牌桌 萧伦入园后 南衍州四市萧惠里 自广陵也率兵入园健康 12月29夜 淮南的军兵也到了 萧范派其长子萧四 与西域州刺史裴之高 建安太守赵凤菊等 援军驻扎于蔡州 等待上游的各路兵马 理论上来讲 此时除了道远的益州和广州 各地藩镇此时已经都出马了 之所以说理论 是因为西部世界 嚷嚷的声音挺大 但就此看不见动静 都督京用相当九州驻军式的 荆州刺史 萧远妻子萧毅 听说侯景报A胎城后 就写西文派人送给他 都督的向州死是萧玉 也就是以故太子萧桶次子 雍州次使萧查 也就是以故太子萧桶三子 江州次使萧大新 这位是太子萧刚的次子 影州次使萧克 这是萧延八地萧伟的长子 等等派兵救援健康 他自己更是早在12月中心 就派出了长子萧芳等 静灵太守王增辩 司马乌叶 天门太守范文娇等 一众人马出发救驾 雷声很大 但雨点很小 因为荆州 雍州 乡州 江州四镇 也就是夏图画红圈的 从利益角度来讲 跟萧敦一样 目前都是后景的拉拉队 仔细看一下这张图 对于乡州次使萧玉 和雍州次使萧查来讲 他们的爹是前太子 无奈他爷爷老而不死 是为贼 把他爹熬死了 他们的继承权也就没戏了 目前他们的大哥萧欢也死了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健康的皇帝萧衍 太子萧刚 太子世子萧大契 要是都被后景弄死了 萧玉就具有继承权了 对于江州的萧大契来讲 也是如此 他是萧刚的次子 他也盼望后景 把他爷爷他爹 他哥哥都弄死 对于萧毅来讲 更是如此 目前他们哥几个 虽然他还有三个人 太子萧刚 六哥萧伦 八弟萧继 萧继目前守一周 被他堵着 只要后景帮他弄死健康这一帮 他就有资格继承皇位了 所以目前这帮宗室的态度是 打 打勾 让他打个勾 这帮萧颜的亲人们 后来在后景破城的时候 依旧在路上 其实没有后景的话 就萧颜这么个翻阵布置 等他死以后 南国也会变成 互杀的修罗厂 只不过他到时候 可以在坟里面抱掩儿孙不争气 但现在现眼的是他了 仰看诸金将至 后景把秦外坟南岸的 所有居民全部赶到了北岸 烧毁了他们的房屋 剑野区和雨话台区的房闪 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太子的嫡系 韦瑞之孙韦灿 率兵五千 马白匹 带着江州四十肖大心 派出了两千军兵来救援 到南州时 他表弟四周四十柳仲理 也率一万多不计到了横将 十二月三十日夜 韦灿 刘仲理 以及宣蒙将军 李孝钦 前四周四十杨压人 南陵太守 陈文彻等 驻军汇聚于新林 不久宣称内使杨白华 遣妻子杨雄帅 郡里十点赶来 此时援军已经达到了十多万人 和侯景 沿秦怀河 力炸相持 淮南诸军都到了 下面需要推举一个头 韦灿提议表弟 柳仲理 担任大都督 但裴之高自认为 年龄和官位都是最高的 始于居柳仲理之下 所以韦灿的提议 多日没有确定 韦灿一日在大会上高声道 我之所以推举柳四周 是因为其九汉边疆 曾为侯景所淡 解兵马精锐 巫出其前 论魏次和年龄 他还在我之下 我都没说啥 为了国家才这样推 大家不要再争论了 现在跪在团结 如果人心散了 大事去疑 裴公是朝中就得老臣了 岂能携私情以祖大计 伪灿当着大口的面 发安牢骚后 单穿行至裴之高军营道 现在二宫威逼 华寇滔天 臣子当陆力同心 岂可内耗 你要是不同意 咱们就先拼拼高下吧 佩之高流泪道歉 最终朱军推柳仲理为大都督 伪灿为啥 死活让柳仲理当盟主呢 不仅柳仲理理论上 力量最强 因为他也是太子党的人 太子肖刚最开始 为雍州刺史的时候 柳仲理之父柳金为长使 等肖刚成为太子之后 柳金也跟着回健康了 雍州的精兵 就全部留给柳仲理了 当年贺巴胜在汗水一北 随便祸祸祸 最终只有柳仲理 阻诛了推势 还专门被萧眼派人画了像 从战斗意愿上来讲 柳仲理也是毋庸置疑的鹰派 之前侯景在少阳搞阴谋的时候 柳仲理手一扬 请求派人灭了侯景 只是当时被摁下了 能救健康的 理论上只有伟灿带来的五千兵 和柳仲理带来的一万兵 因为他俩和健康的利益一致 都是太子党 但是伟灿也得罪了 剩下的淮南驻军 你这一抢盟主 谁上来就把功劳给抢了 后面谁还愿意给你卖命呢 不过这不重要 因为自古联军就那么回事 各有各的算盘 当年群凶陶董咋样 粮儿一吃完拍下屁股都走了 董卓死不死不重要 董卓滚不滚很重要 实力不能损耗在陶董上 筹码在后面刮翻关东时 才能一张张打出去 古今同理 理论上来讲 伟灿得不择对都不重要 因为本来救健康这事 就是他自己的事 但很遗憾 萧衍的大运在去年就已经离他而去了 他这辈子的所有幸运已经都用光了 目前整个联军中 唯一一个真心想救他的伟灿 或者说伟氏一门 被历史编剧提前带走了 公元549年正月初一清晨 刘仲理率新庭之军 前往秦怀河岸 这天大雾 伟灿作为先锋军 到了青唐时已经过半夜了 身影外的战略攻势 还没来及河拢 对侯警望见 迅速派精锐过河来打 伟灿率军主正义迎击 要命刘淑印 率水军断后警归路 刘淑印临战胆怯不尽 没能拖出后警 正义阻击失败 后警乘胜攻击伟灿军营 伟灿率伟氏子弟血战 最终与其子伟尼 一三个弟弟伟柱 伟经伟购 庞弟伟昂等数百亲戚立战训国 伟灿带着全族金融报国 伟氏满门英烈 无论是伟锐 在南梁开国时 伟虎效忠离的高光 还是收尾时 青唐的阻击惨烈 南梁这半个世纪的国运里 几良姓伟 开战时 柳仲离在吃饭 听说伟灿被伟后 迅速辟甲率 百余亲兵救援 在青唐和侯景基站 斩敌数百 逼近秦怀河淹死一千多 柳仲离眼瞅就一朔 扎死侯景了 叛将直播人 从后面挥刀砍中了柳仲离肩膀 柳仲离骑的马陷入泥中 被骑将郭山石救援后 幸免于难 此战柳仲离 重伤差点丧命 侯景也吓得再也不敢 渡秦怀河前来招惹援军 此战让柳仲离 看明白了 连军是个什么东西 伟灿被围的时候 只有他救援了 剩下的十几万大军 一个棒棒都没有 也确确实实 盟主你当着 我们凭啥要死的人 点缀你的供奥部呢 陷远了吧 不够你能的 伟灿闹得那么凶 上来就死了吧 柳仲离失去的 伟灿这个主心骨 此战重伤之后 活明白了 都不出手 我也耗着 再也不提出战的事了 萧衍的气数 随着伟势迅国 到头了 公元549年 正月初四 霍国的朱一 在羞愧愤恨中死去 萧衍很伤感 追风其为尚书又苦业 还算厚荡 毕竟用了三十多年的葬肉套 但是不合时宜 你现在需要埋在他 踢阵军心 当一辈子脏手套了 不差这一回 萧衍这老妖怪 完美地避开了 所有正确选项 此时的台称 急需打气 台称中虽然粮食和钱都不缺 但是缺柴 盐和草料 此时的麻 已经由于没有草料 开始被吃了 由于没有盐 台称开始大量的生病 抽手健康的战队储备 堂堂的一国之都 仅仅围成了三个月 就扛不住了 盐对于江东 很叫事吗 早干啥去了 侯景松八月初十就造反了 十月二十四才兵临城下 两个多月的时间让你战备 就这么不当回事吗 兵者国之大事 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查 你对佛经佛塔很恭敬 你对这设计和万民 却充满了傲慢 正月二十七 援军难得的动了动 萧四 萧雀 杨阳人 李千世 樊文娇等率军渡过了秦外河 援军攻打并焚烧了东府 前面的渣篮开辟树的滩头阵地 部分援军一屯道的清溪之东 李千世和樊文娇率五千精兵 单独突进所向披靡 但打到孤守乔冬的时候 被宋子仙伏击 樊文娇战死李千世逃回 难得的愣头青被打灭了 战场上再度僵局 来 看看地图吧 当时的对峙场面 其实是侯景被包围的状态 所谓的盟军此时矛盾重重 都在看着 之前打光了队伍的萧伦 此时和东央周四的萧大连 率着会计兵又回到了战场 但此时的刘仲理 仿佛变了个人 山青狠傲 看不起诸将 萧伦按部将求见主帅的礼节 来找他都得等好久 因此他和萧伦及萧大连 结下了深仇大怨 萧大连又和萧伦之子 萧雀有矛盾 诸军互相猜疑 不再提打仗的事 即便各怀鬼胎 推为扯皮 但此时局面对侯景仍然不利 由于元军到来后勤被断 侯景也扛不住了 元军控制了东府城 里面有足以供应部队一年的军粮 侯景又听说荆州还有部队要来 开始害怕了 王伟队的建议 台城不能迅速攻克 元军越来越多 我们无良 如果假装求和的话 可以缓解其攻势 东府城的米够我们吃一年的 趁求和时 我们把米搬进石头城 元军必定不敢动 我们趁机休息 等对方懈怠以后再打他们 必然夺取台城 侯景从之 潜降至台城下败表求和 祈求回兽阳 萧刚杰的冲中已经无力再战 找萧眼商量 萧眼愤怒道 跟侯景一和 我还不如去死呢 萧刚再三请求道 侯景围城已久 元军都不出战 暂时和他讲和吧 萧眼犹豫很久以后道 你自己考虑吧 不要留下千载笑柄 萧刚同意了和解 老流氓侯景最后开始了 漫天要价 来试探台城的底线 侯景的第一轮要价 是要求长江西面四周割给他 并要让萧刚第一张子相送 他才能渡江 面对这个丧权辱国的要求 中领军负其态度坚决抗争 但萧眼最终还价 派萧大器之力萧大款 做人质 要下令各种援军不得再进 并颁布诏书 善兵不战 指哥为武 牵侯景为大丞相 统江西四周驻军事 照旧任豫州墓河南王 2月13 萧眼在西华门外设神坛 派普叶王克等为代表 与侯景派出的代表王维等 同等神坛立盟 双方载生出煞血为盟 南国的大鹏菜美 就这样和侯景立了 一笑千古的盟约 这些年 北国那屁都放成啥样的 侯景这请求 要是在北国 会被当成笑话 够全称守军乐一宿的 顺便激发一下士气 为什么这帮熬不住了 扶软了 兄弟们挺起士气啊 立完盟以后 侯景根本就不解除包围 开始修铠甲和兵器 扔出了第二轮讨价还价 没穿走不了 担心南岸援军赶他 萧大款当然这不行 我必须要萧大器 总之没完没了的 替各种不要球在那拖时间 萧刚这个臭不要脸 说好听的哄着人家 2月14 前南衍州刺史萧惠里 前清济二州刺史萧退 西昌侯世子萧玉 众和三万军至马州 占据白夏磊 来我们上图 侯景已经被三命包围了 侯景随后在 萧衍萧刚的配合下 完成了史诗级的 被包围大逆转 侯景再上奏折道 您下诏 让白夏诸军去心怀南岸 他们盖那堵住我 妨碍我故将 在这个最该要价的关头 萧刚命萧惠里 将部队从白夏城 转移到了江坛院 侯景又启奏道 刚我又说到的信 说兽阳和忠理 已经被高城拿走了 我现在没有地方立足 请求皇上 把广陵和乔州借给我 等我多了兽阳还你 萧刚继续同意 2月17 梁大赦天下免责 萧刚就差 给他侯爷爷磕头了 2月24 又歇了一个礼拜后 侯景又上奏折道 萧登之子萧雀 和赵维芳总骂过 您赶紧让他俩入城啊 我马上走 被玩成狗的萧雀父子 继续热脸贴猴屁股 2月25 任萧雀为广州刺史 赵维芳为虚一太守 爱立不上书张婉去召回萧雀 萧雀屡奏萧雀 坚决不进台城 萧雀不许 萧雀先派赵维芳进城 自己想南奔京江二镇 这时候萧敦对他儿子流泪说 你快进去吧 都立蒙约了 你可不能破坏呀 此时 台城使者正在萧敦处 萧雀对他们说 侯景说撤军却根本不解常为 他的意图显而易见 皇上让我进城有什么好处 使者回答很官方 圣旨如此 你别别推辞啊 萧雀不鸟他 萧雀愤怒对赵博超道 你替我把他杀了 踢着他脑袋进城 内战内行的赵博超 挥腰刀 斜眼看萧雀道 我认识您 刀不认识 坚决抵抗败的萧雀 最终无奈流泪进入台城 整整过了半个多月 台城和援军看着侯景 稳稳当当的 把东府的军粮 运到了石头城里 在被包围的状态下 在梁道完全被控制的情况下 世界战争史上的罕见笑话 在公元549年的 秦怀河畔出现了 萧雀为啥没拼脸的 要砍了他鹰派的儿子 第一 里面已经碎了 已经尿裤了 如果侯景此时翻脸 将来各路诸侯 会把锅扣在他脑袋上 第二 我知道侯景不会走 你台城为什么还不死啊 都死了 我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了 我这一出还能落下个 忠孝的好名声 各路援军 就差帮着侯景扛你了 是你台城里面 自己下令什么都不追究了 所以谁也不愿意触这个眉头 侯景在斑米的过程中 彻底的看出了援军的虚实 都在看戏 都在保存实力 原来我侯景 猜在全村的希望啊 大傻XX看完以后恼羞成怒 三月初一 校园在太极殿前设立祭坛 禀告天际 以侯景没蒙约 与烽火雷战鼓 呐喊再战 最开始 台城被围的时候 有男女十多万人 全副武装将士两万多 此时此刻 仅仅还有四千多人 满城都是死尸 外面的人不救你 你难道不能自救吗 有这样的军力 却宁可憋死在城里 也不组织去跟侯景开干 柳仲理此日满屋的妓女 终日至酒作乐 猪将请战他也都不搭理 柳仲理这个盟主的话 这么好使吗 大家仅仅是缺少一个 不出战的理由而已 柳仲理为啥顶着来死活 不出战呢 在梁书他的本传中 给出的解释 侯景已经对他封关许愿 柳仲理的算计很现实 虽然我是太子党 但指着我自己 是很难消灭侯景的 别家都不出手 我不能把自己的家底打光了 还是等着侯景 弄死这没皮没脸的 抬身靠谱 这满世界的 干杀杀不行 施杀杀不够的 萧家王爷们 美好生活 我也想过一过 跟皇位没有关系的 萧远兄 萧义之孙 萧骏劝萧伦道 您得出兵啊 台城要是真出事的 你还怎么在这世上立足啊 萧伦还是不听 萧伦眼下太希望 侯景打进台城 怎么可能出兵 柳仲理登城对柳仲理道 你的君王和父亲 正在受难 你怎么怎么不使劲呢 将来人们会怎么评价你 柳仲理不鸟他爹 萧远向柳仲问计 柳仲理道 陛下你有萧伦这样的儿子 我有柳仲理这笔崽子 这贼平不了 三月初三 没有皇位纠额的萧慧黎 与杨鸦人赵伯超等 驻军于东府城北 约定晚上再渡江打一把 等到了拂晓 杨鸦人等却未到约定地点 此时侯景军已经发现 侯景派宋子仙来攻 赵伯超望风而逃 被放了鸽子的萧慧黎惨败 战死淹死者五千人 很明显人家耍了你 嘴上说的都很好听 但谁都不愿意来 侯景挖开玄武湖 饮水灌城 随后全力攻城 昼夜不停 侯景根本都不担心 在被半包围的状态下 被捅了定眼 打得相当无忧无虑 萧眼则在高高的台城中 亲眼看着自己 修了这半个世纪的福报们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强暴 造反在四方被围的情况下 打出了史诗鸡的主场感 中国史上这也是独一份的 三月十二黎明之前 侯景之众登城 赌缺口的萧确实发现时已经晚了 死战不能退敌 于是祈祷孝眼 成一线 孝眼最终没有丢掉这最后的体面 静挖道 还能一战吗 萧缺道 没戏了 孝眼叹了口气道 自我得知 自我失知 义附和恨 这话听起来很大气 但气息思良 你这个佛弟子 对得起你曾经得到过的 而正在失去的吗 你对他们 从没有肩负责任 孝眼一切都看明白的对萧缺道 你快走 告诉你爹 不要考虑我和太子 孝眼默认了六子对自己的背叛 快掌军弄死我和你哥吧 只要能把侯景干掉 皇位给你了 不要让我一笑千古 很遗憾 他高估了老六的号召性 也低估了侯景的政治头脑 没多久 侯景带着500多全副武装的假设来到太极东堂 叩拜孝眼后被引到三宫之座 孝眼淡然道 为春日久 劳苦功高啊 侯景被老僧镇住了 不敢正视孝眼 汗流加倍 孝眼又道 你是哪州人 赶到这里来 齐儿还在北方吗 侯景继续沉默 任约在旁代替回答道 陈侯景的齐儿都被告示杀光了 只有我单身一人投靠了陛下 事后侯景对王僧桂道 我征战一生 刀枪剑雨 心绪如常 从未害怕 今天看到了萧眼 心中却不由自主地害怕 天危难放恐怕就是这意思吧 我是不能再见他了 萧眼真的都对不起他这气场 萧眼问道 当初你渡江是多少人 侯景终于开口道 欠人 萧眼又问 围台城是有多少 侯景道 十万 孝眼最后问 现在呢 侯景道 帅徒之内 莫非即有 萧眼不再说话 萧眼把侯景镇住的同时 侯景的大脑也在急促思考反击的话 终于在最后的几句问答中 杀人诛心 侯景最后一箭封喉 你最辈子的福报 白修 帅徒之内 莫非我有 我的天下是你的子民帮助推翻的 侯景将萧眼和萧刚保护了起来 姑父的做梦都想当皇帝的萧正德 萧正德 在城破后第一件事将要宰了萧眼 但被侯景给拦住了 很遗憾 你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但萧眼这爷儿俩却打打的有用 杀了萧眼父子 就给了外面援军口实 现在我该携天子领诸侯了 3月14 侯景派萧大捆带上萧眼诏书 去解散外面的援军 柳仲理召集中将 开了最后一次推卫扯皮大会 萧伦对柳仲理道 现在我们就听将军您的了 柳仲理瞅着萧伦不说话 萧伦在最后时刻 做着皇帝的梦却依旧不敢真蔽一呼 黑之高 王僧便对柳仲理道 将军您庸众百万 却致台城沦陷 现在正当死战 还有啥可说的 柳仲理继续沉默 主军看他的德行 最终散去 各路藩王各还本阵 萧伦舔着大脸逃往会计 柳仲理和七弟柳敬礼 杨牙人 王僧便 赵伯超 在战士们的愤恨谩马中 开营门向侯景投降 没错 你没看错 后面大名鼎鼎的王僧便 此时投降了侯景 本来平静并非难事的侯景之乱 在各方领导的机关散军中 健康存折百步于一 公元六世纪 东方世界最繁荣的经贸文化中心 变成了人间炼狱 末日妖哭 操刀手 仅仅是当初本以为绝根木棍 就能臭死的八百残兵 3月15 侯景下召各阵牧首回到岗位 3月28 侯景遣余子月等 帅弱兵数百去东夺吴郡 也就是苏浙上海地区 新城县宿主戴僧替 拥精兵五千 劝太守元军正道 贼兵发凉 十天都扛不过去 我们闭关防守 能饿死他们 吴郡大族的鹿应公 担心赢不了后警 将来贵罪 会被抢了自己的产业 于是和当地土豪 去劝元军正投降 元军正也是个软蛋 喜鹰猴狮 于子月一进城就扣了元军正 纵兵大肆劫 软弱至此 整个江东就跟傻子一样 等着让人家 踹开自家的房门 强奸你的女人 强烈你的财富 砍掉你的人头 来看看始作俑者的消极事 公元五四九年五月初二 八十六岁的梁武帝 躺在禁居店被饿死 临终小药碗 蜜水没人搭理 咳嗽两声咽气了 这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他终于死了 此时的南国 甭翻译了 都能看得懂 是江南连年汉皇 江阳游慎 百姓流亡 相语入山谷江湖 采草根 木叶灵切而时之 所在接近 死者避也 富士无时 皆鸟面狐行 一一裸起 怀诸玉 卧伏传为 待命听中 千里绝言 人际罕见 白骨成聚 如秋龙烟 后世将此江南浩劫 称之为侯景之乱 在这最近的两个视频的五万字过后 诸公是否还觉得 这四个字的概括精准吗 欧景在北方二十余年 与尔周蓉高帆手下 皆是重臣良将 所镇之处 百姓安居 专治河南十余年 边境无事 欧景到了南国两年多 就将这成平盛世 祸害成了乱世魔窟 还是那首诗结尾吧 大魔高帆 用此心高之贼 为设计功德 善事消炎 留此败伪之将 为南国梦魇 见三岁孩童 报金 专一闹事 世人皆魔鬼 与笑脸明乐旁里 护法维托 群魔皆圣仙